住手 御神追 快走 我认为你救命之来的 放弃性命 日后有机会一定放开 快走 你起来 走 想必是潘巡抚吧 我今天来是想 我知道你想什么 你是想要人是吧 好说呀 告诉我哪个反贼的家眷 我会帮这个忙的 就冲你这张小脸蛋我也会 放肆 对付你们这些人 本府向来都很放肆的 姓潘的 你要是再不放手 小心我把你那条手给卸了 好大的口气呀 竟敢恐吓朝廷命官 来人 把他们给我拿下 谁敢 这么大理的狗眼给我看清楚了 九千岁清零 潘大人跟我叔叔混了这么长时间 你不会不认得这道令牌吧 你叔叔 那姑娘你是 我家姑娘 是当今九千岁的亲侄女 潘大人 你不会不知道我卫方宗是谁吧 叔在下有眼无珠 常听九千岁提起姑娘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请姑娘 叔在下无礼 既然知道 还敢对我家姑娘无礼 该的 慢着 好歹人家是巡抚大人 给人家留点面子 多谢姑娘大量 昨日本府必定备其厚礼 向姑娘谢罪 厚礼 是山珍海味还是奇珍异宝 你当本姑娘是没吃过没见过吗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奇珍异宝 是我叔叔哪儿没有的 那可不敢 不知道下官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姑娘尽管吩咐 我只想要你帮我做一件小事 请姑娘直说 下官在所不辞 我要你帮我找一个人 找人 这事容易 我现在就派人 就是把无锡城翻个底朝天 也一定把姑娘要找的人给找出来 别说找一个 就是找几十几百 也不是个什么难事 姑娘 你要找的是谁 我要找那么多人干嘛 我只想找我的红颖哥哥 红颖哥哥 是谁啊 神机营的千呼大人 叶红颖 她是我的红颖哥哥 智慧敏捷聪明促人 像狼一样的冷静 一样的冷血 她出手急如风快如电 比豹子还矫健 她有苍蝇般的眼神 执行任务的时候 总是能洞察仙姬 她龙行虎步 走路的时候 每踏出一步 不多不少 只有十寸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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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看人家这一身行动就不一样 打侠呀 是啊 打侠就是不一样 太帅 他帅 我不帅 谁让你看他人哪 看他钱袋 看哪儿 看哪儿 看他的钱袋红红的 肯定有不少银子 他一定很有钱 很快他的钱 就要用着我的钱 大家的 你看人家这些行动 就知道人家是高手 咱们打结他 算了 不是你能够长点出息好不好 你等什么呀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知道吗 我说当家的 咱们就算是进了虎穴 可是 也未必能得着虎子啊 你想想啊 咱们哪次打结 哪次得虎穴 哪次不是把你打得满地找呀 屁股尿如的 我说你们俩 能不能有点志向 长点志气呀 不是 你说你们受这么点小挫折 都给你们吓成这样 你们 你们能不能对自己有点信心 要不然我们何年何月 我们才能脱离苦海 我们才能扬民立官 可是当家的 可是 行 行 我决定 就拿这头飞羊开刀 别杀 我不想杀人 我杀的都是该杀之人 你 红颖哥哥 真的是你啊 方宗 清风和明月说 看见你进了客栈 我还不相信呢 红颖哥哥 别洗了 你的手是干净的 不 我双手沾满了鲜血 你别这样 你看清楚 你是不是 又做那个噩梦了 为什么别人的梦 都有醒的时候 而你的梦 却永远也醒不了 因为我不是病人 但你还没有 你只好造型 我不是说 我能找到梦 你怎么要 帮我 我都能天堂 你这个 就是我的梦 你把手乱重 你别哭 你还拿着手 我一定会 我不好 我杀的都是该杀之人 那就对了 你杀人是为朝廷办事 为皇上尽忠 为义父尽孝 这本来是忠孝两全的事呀 再说了 你杀的又全是那些 该死的乱臣贼子 他们本来就该死 你又没有办错事 干吗那么折磨自己 每次都拼命地牺牲 我看你呀 手都快洗脱皮了 答应过一个人 你答应过一个人 骑手 你答应过谁呀 你们有必要是吗 你不告诉我算了 我也不问了 省得又自讨没趣 将军 没想到魏忠贤这个狗贼 真的敢对顾大人动手 恐怕现在和东霖书院 沾点边的人 都被这烟狗 魏忠贤 你这无法无天的烟患 师父将听令 末将在 即可随本将进京免胜 我要当着皇上的面 弹劾魏忠贤这个老贼 将军万万不可 大胆 军令如山你敢抗命 末将不敢抗命 这是 将军 此事非同小可 万万将军 您三思啊 三思 我还要三思 雄大学是雄将军 哪一个不是忠心耿耿 为国为民的忠臣 魏忠贤这老贼 为了夺权不停地捏造罪名 将他们一个个置于死地 再这么下去 朝廷早晚是魏忠贤的 大明朝早晚要毁在这个狗贼的手里 可是将军 魏忠贤 他现在是皇上的宠臣 权倾朝野 如果将军您贸然回京 一定会中了这个奸贼的暗算 惹来杀神之祸的 我元重患 自从军之日就将生死置之度外 为了皇上 为了我大明江山 即便是出连九族 我也要除掉这个奸贼 将军一波云天天下皆知 可是这个人生死是小 顾全大局为重 将军请三思啊 阿姨你知见了 风尘双霞仍在江南 东霖书院出了这么大的事 一定会传消息回来 将军 不如略等几天在所定夺 上苍牛眼 又薄忠粮 如果铁盒里的秘密 落到了魏忠贤的手里 不知道又有多少忠粮意识 要遭到他的陷害 二位不用担心 我听顾大人说过 没有钥匙 即使魏忠贤撬开铁盒 也什么都得不到 那要是在哪儿啊 铁盒的钥匙 其实就是顾大学士的棺印 只要找到这枚棺印 我们把它毁掉 就可以救多少人的性命了 但愿这棺印 还没有落入那狗贼的手里 这个东霖书院 就没有人活下来吗 不太清楚 事已至此 我们必须通知元大将军 元大将军 顾老先生不幸身亡 东霖党人群龙无首 元冲焕将军现在手握重兵 我想魏忠贤再傻 也不敢对他动手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里的情况 赶快告诉他 可是这个元大将军 现在远在辽东啊 这个我们怎么可以 放心吧 我和师太这就以最快的速度 赶往辽东 禀报元将军 忍住啊 疼死我了 你存心害我吗你 我怎么会存心害你呢 小少爷 我咽鸡咽鸭咽狗之后啊 每次都用这种草药给他扶上 过两天就好了 什么 给畜生上的药 你把我当什么东西了 你不是东西 什么 不不不 你不是东西 不不 你是 不 你不是 你什么都不是 你就是我的小少爷 小少爷 为了你我上刀山下游锅 什么都敢 不要说那么多了 不要你陪我回书院找我爷爷 小少爷 你这个人怎么不听主人的话呢 小少爷 要不要我现在就送你去殷草地府 见你爷爷呀 你们是什么人啊 这打扮看不出来吗 山带王 要想活命 把钱留下 用 一师兄 要钱 钱着没用 要命就一条 那就拿命来 来 容易淘汰 快要 快要 过去 站住 流氓啊 我拿跑 站住 泰国大学士不献成 是顾大人 顾大人 你们 你们认识我爷爷 马装士 你赤党中心不上了 兄弟大伙敬你 来 干 干 其实我保护小少爷不是因为什么赤胆中心 只是怕老爷变成利鬼来找我 小少爷 你是忠良之后 我编歌绝不会为难你 其实我们弟兄几个也是忠义之士 那你们怎么当土匪了呢 小少爷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哥几个以前都是在朝廷里当差的 因为得罪了燕狗魏忠贤的党羽 被罢光流放 本身无论不得已 在当今的土匪拦路街道 那你们也挺不容易的吧 有什么办法啊 为了表示心意 我愿意把我们攒下来的一点银子拿出来 孝敬二位当盘缠 拿着花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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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官 您看喜欢哪一把 这几把都一般 哦 我还有一把振天宝剑 小二 过来帮忙 好嘞 哦 好 客官 您看这把剑 不但可以防身 还可以辟邪 好剑 敢问这把剑叫什么剑 客官 这是我销利用的水果刀 客官 您挑了这么多把剑 客官 我都不知道 您要买哪把剑 我想许完 你 你用什么剑 你买剑干嘛 这你就不懂了吧 越是功务不够 越要行头带头 让人一看就像个大侠 要不然你被人欺负 干嘛 小少爷 你看你这衣服太难看了 脏的呀 都破了 我等会儿出去看看 你父亲也没有卖衣服呢 帮你买一身 终关上 终笑两全 这四个字你记清楚了吗 记清楚了 爷爷我去玩了 不行 要不这四个字 再练十遍才可以出去 怎么还练十遍呀 我昨天不是练了吗 怎么还练呀 那你昨天吃过饭 今天为什么还要吃饭 因为我饿了 哎 哎 哎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这个练字读书 必须要专心 爷爷 我好想让你再抓着我的手 叫我写字 如果你还能叫我读书写字 我一定会乖乖的听话 认真学习 绝不再惹你生气了 爷爷 我真的好想你 客官 这是本店专酿的竹叶青 来一壶尝尝吧 我只喝自己带的酒 来 等一下 见过这两个人没 好 没事 是吧 究竟是谁 常 安 常 殿 不 解 不 散 来 小少爷 快看 野菜蘑菇汤 快来 趁着 干嘛呢 怎么了 饿晕了吧 快 我不饿 我想爷爷 天哪 熏死我了 你这么小小年纪 要经历这么多生死离别 确实难为你了 孩子 不想这些了啊 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 喝了它 你这什么呀 这你都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啊 看这边 看到了吗 我刚刚采的野菜蘑菇汤 快喝 我不吃野菜汤 我要吃烧鸡烧鸭 还有我们 为什么要住在这儿啊 我要住客栈 小少爷 那个鸟人在到处追杀我们 你知不知道 我们在这儿大吃大盒 到处招摇 要被人发现 那不送死吗 我不管 我就要吃烧鸡烧鸭 那爷爷说过 人哪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那是因为 你身体里切什么 才会想吃什么 我就要吃好吃的 为了些说 想吃什么 就说明肚子里缺什么呀 那狗吃屎 肚子里缺屎啊 鸟吃虫 肚子里缺虫啊 你别跟我说这些歪理了 我不理你了 行了行了行了 小少爷 你实在不行 忍一忍 克服一下 啊 没那么多钱吃好了 喝好了 那些好土匪 不是给了我们好多钱吗 那些那省着花呀 你这是什么时候 才能找个元仇冠大将军啊 奇怪 这么好喝的汤 难道你就不诱惑吗 你看 我这一酒下 喝了 我保证 你喝着还想再喝 这 干什么呀你啊 浪费 好喝也不能这么喝呀 是不是呛他了 我怎么没呛他 你煮的汤太难喝了 胡说八道 绝对是胡说八道 肯定是胡说八道 我煮的汤怎么会难喝呢 你尝尝啊 我只想让你先喝 我再 那行 我没侮辱你吧 是不是太侮辱了我 我没侮辱你吧 是不是太侮辱了我 年轻人 有胆识 刚才那个图纸是你的 不错 看来你的悟性挺高 我给你的信那么深哦 你都能看得懂 找我何事 好 快人快语 那我也不多废话了 江湖告急想借你身上一悟 江湖告急想借我一悟 剑在人在你想借剑 死了这条心吗 我对你那把破剑没兴趣 我是对你那个我兴趣 何包原来你想打劫 聪明 那就得看你的本事了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降龙十八掌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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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白骨爪 嗨 嗨 我抓死你 你想跟武动手 再锻炼警员吧 我没师父教你 我教你 好 手抬高 脚抬高 腰手紧 好 挺胸 收屁股 疼死我了 你们两个奸手不救啊 快出来救我呀 来了 兄弟把你手抚快丢下来 臭小子 兄弟来了 赶快束手救钱吧 救钱 一起上吧 赏得我费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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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放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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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侠饶命 别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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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群酒囊犯贷 杀了你们 侮辱我的贱 大侠 请留步 怎么 还想挨打 我要拜您为师 是啊 滚开 师父您要是不答应 我就不让你走 我也不让你走 放开你们的手 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们什么都没成功过 大侠更没成功过 你要是不收留我们 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 师父 师父 周康不许叫我师父 要我给你们调活路可以 起来回话 替我办件事 好 您尽管说 我就是赴唐蹈火 我也在所不辞 这两个人身上 带着一枚同志的观影 你们若能找到 尚银百两 这 这不是偷看我拉 什么俩呢 少爷 看着我这么走路 像不像个大剑侠 还大剑侠呢 我看你不像大剑侠 那像什么 像大剑人 你怎么说话呢 哎 我多饿了 只要你给我买好吃的 我要吃那个 好 这儿我也想吃一串 你怎么每次都跟我一块吃啊 幸福通享有串的能吃吗 走 那 那不是偷看我拉使得俩人吗 嗯 嗯 张先生啊 你看多了吗 你这样吗 肯定没做 不看人家拉使 就是化成灰为敬 华少飞 嗯 老说我们要去投靠大将军元重困 那你知道他在哪儿呢 不知道 但是我就知道一句话 皇天不负有心人 谁要我们这样押下去 早晚有一天 我们会见到严大将军 嗯 嗯 说得好 说得对 皇天是不负有心人 也终于让我这个有心人 把你们给找到了 马上飞 我站得他 他就是挺着裤子跑的那个人 嗯 怎么办哪 他们这次来找你算账啊 偷看我拉屎 弄得我连裤子都没穿好就跑了 虽然你们这么做 很不要脸 嗯 但是我不会跟你计较的 那你们拿着刀想干嘛 嘿嘿 你说呢 马上飞 我们是不是又遇上土匪了 几位 几位大哥 你们从面向上看 你们像是土匪喽 嗯 好眼力 好眼力 哦 那既然是土匪 就一定是忠义之士喽 什么是忠义之士 夸你啊 忠义之士 嗯 是我们是忠义之士 好 那就是自己人 让你们开开眼看一眼东西 转 看 你干脱了 你干脱了裤子光着屁股装着我们 当家的 羞辱咱们 羞辱咱们 羞辱了 这招子都不灵了 住手 住手 不要逼得我拔剑了 五人云 一寸长 一寸强 一寸短 一寸弦 一寸弦 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 还没我这把瓣尝呢 要是石像 你就赶紧给我滚开 大侠 你不要冲透啊 你看 咱们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的 是是是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 是吧 不要动不动就拔刀啊 拔剑的 是不是 对对对 你们也收起来 收起来 你看我们都收起来了 算你们石像 告辞了 别别别 大侠 留步 请留步 这个事情呢 是这个样子 好 我 我 我知道二位谁上有关印啊 要不然这样 出价 卖给我 怎么样 关印是我爷爷的 不卖 对 小兄弟啊 不卖就不卖 借给我看看总可以吧 不好 我爷爷的关印 和我屁股上的落魂一样 要看就看我屁股 谁看你臭屁股 好话我都跟你说了啊 别跟脸不要脸 我耍狠了我 你给我爷爷的东西 给我拼着他们 好 那就让你们领教领教我的剑法 剑 奸商啊 哎呀 哎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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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站住 你买的不是镇天剑吗 怎么便就是我的 奸商害人哪 站住 走 你先把我害死了 别跑 哎 哎 别跑 站住 管你粉质一百两年了 站住 别让盗嘴的鸭子给飞了 别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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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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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ano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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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哎 哎 哎 太 Крас 长得比我还肥呢你 小废话 只要你们乖乖地把观音交给我 我就放你们一条活路 观音 你干嘛 吃这个吧 给你 我一家给的你赶紧跑啊 要他 别着急 小胖子还挺懂事 那去 拿来拿来 我是小胖子是吧 胖子没错 出来当土匪就不对 我走 快跑 我打 我打 把观音给我抢过来 把观音给我抢过来 把上班 把上班 这就把它奥了 我打还有 宝宝 来来来来 笑谁 我来 留个山下去 多孤单 快快 抓他们 给我给我 给我 我说分 你怎么办呢 快跳 走 白少爷救我呀 马上带救我 咱家的 都看别人了 谁还对别人哭呢 真不容易 咱家的 别哭了 你看好在咱们得到婚姻了 马上帆 怎么办啊 快想想办法呀 这怎么办呢 我哪办过这事啊 我也没办法呀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我快撑不住了 这个裤子好像不结实 小少爷 有办法了 我弄一下 撒手 不不不不是你撒手 是我 我撒手 小心点 小心点 好 好 混账 你骂我干嘛呀 这不就是您要的那个官印吗 是我要的官印 哎哟真不好意思了师父 衣服脚筋给砍坏了 是你砍的 这算什么了 可是师父 这字坏了 可这印还蛮耗损呢 观音上的图文已经无法辨识了 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块废铁 师父 那我那个排两万银的赏钱 还敢提赏银 毁了观音 拿命来赔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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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理由 理由 我 我哪有理由啊 我的剑很快 你不会感觉到痛苦的 别别别 师父 师父 你不能杀我呀 一日师徒百日恩啊 再加上您徒弟我是那么可爱 对您 又是那么孝敬 您不能杀我呀 不能杀我呀 我爷爷的观音 和我屁股上的老伴一样 要看就看我的屁股吧 我有理由了 师父 我这个理由 您一定满意 说 观音虽然被毁了 可是我知道 有一个孩子 他屁股上的落痕 跟这个观音上的图纹 那是一模一样啊 什么 您要是杀了我 那您就永远都 找不到那孩子的下落 那孩子是谁 我也不知道 但是师父 只有我能认得他呀 只有我能帮你 把这个孩子给找出来 你说的可是真的 千真万确 师父 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我也不敢骗您哪 师父 您就算给我一个 将功补过的机会吧 好不好 一定让您满意 好 我再给你七天的时间 要是找不到孩子 拿头来换 好好好 有消息 到客栈找我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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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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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主千岁千岁千千岁 好 好 好 平身平身 谢主千岁 谢主千岁 如真啊 本座一到江南 你就为本座献上这么大的一份礼 不但为本座造了一座这么大的生辞 而且还把本座的雕像雕刻得唯妙为效 哎呀 只可惜呀 本座只是个人 不是神哪 骑兵九千岁 在卑职的心目当中 您就是神 所以卑职造了这座生辞 还以智慧了江南各州各府各县的巡抚 资州县令为您建造生辞 供天下百姓膜拜 如真啊 你可真有心哪 这是卑职的真情实义 可惜呀 空有生辞却不见祭品哪 卑职已经准备好了生礼 作为九千岁的祭品 好 先进 切 好啊 好 是东霖党人宪现成的脑袋 这个工品太有意思了 本座喜欢 本座喜欢 是东霖党人宪现成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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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犯贼 放了我义父 红营 叶红营 神机营杀手 放了我义父 我给你留条活路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 笑话你 放了他 那我的弟兄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你要怎样才相信 无非你自断双臂 怎么 怕了吧 只要你断了双臂 我才相信可以活着离开这里 要不然 我就让这老贼给我陪葬垫背 考虑清楚了 赶紧决定 不用考虑 我答应自断双臂 那就快动手啊 老子可没那么多带心 红营 红营哥哥 我不许你断了双臂 让开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我们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 我叫你让开 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 就是自断双臂不可以 你们俩吵够了没有 老子可没有那么多耐性 不许你断双臂 不许你断双臂 别动 则必有后福 我爷爷是个好人 老天一定不会让我爷爷绝了后 会保佑我的 对 这次你只沾了我的光 你得感谢我 我一直沾得着 小少爷 你看 那么多人干什么呢 对啊 咱们也过去看看 走 等一下 看一下啊 你小学生像你 你大哥怎么有点像你 比我来看多了 什么呀 比我来看多了 这不就是咱们俩了 做交代给你查询观印的事 进展如何呀 这观印已经 怎么了 你该不会跟我说 你这神机营的杀手 连个观印都找不着吧 这观印是找着了 不过 既然找到了 还犹豫什么 快 呈上来 是 不瞒义父 顾县城的观印已遭乱刀砍毁 上面的印文已无法辨识 这观印怎么会成这样 这跟废铁有什么区别 我要它还有什么用 叔叔 你别生气啊 不就是个观印吗 我相信也许还有其他办法 弘颖哥哥 你快告诉叔叔 是不是 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难道找个便系法的 把它变回原样吗 义父 这观印虽毁 但是据孩儿所知 这观印上的图文 已经烙印在一个孩子的身上了 真有此事 句句属实 好 既然如此 不管采用什么手段 用什么方法 都尽快找到那个孩子 取下他身上 落下的印文 是 孩儿定当尽力办投 一有消息 立刻飞鸽传书 通知义父 请义父放心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躲起来 别让别人看见 这怎么到处都是人呢 这 这怎么把你 通缉办法 这怎么有个洞啊 真是个洞 快快快 前进你多多再说 快 口吟 里应询鬼嫂 温柔 浅 若说两半不相通 出世耻忍说 好词 好词 真好 既然娘子这么喜欢我的词 是不是该报答我呀 都老夫老妻了还要人家报答 那这样好了 我赛花花呢就发誓 生是你熊家的人 死是你熊家的鬼 而且一生一世你是我第一个男人 你是我唯一的男人 你是我最后一个男人 当家长 干嘛跟着我 该怎么干嘛去 你干嘛那么急 你着急都看不着了 你们没听说过 最劳力的东晴姑娘跳舞的时候 那可是太迷人了 当家长 你忘了 三天之后就是你死去娘子的忌日 你这个时候 你合适吗 我死去的娘子啊 那可是个明白人 可是当家长 你还答应个大小姐 你忘了 你说三天以后 我肯定赶回黑风堂 去祭拜你娘 你忘了 你现在招什么急 你刚才不也说了 这三天以后才是忌日呢 当家长 你看 一会儿 你带我妈跟来啊 也进去见识见识 我说兄弟 你以为这是好事啊 见识那是要付出代价嘛 那光是花钱就完了 那玩伤感情你知道吗 你看 就别去了 这种事 让老大我进去吃吃亏就可以了 我呢 先进去见识见识 完了以后呢 我呀 再告诉你们俩是怎么回事 你们俩呢 就见识体验一下这感觉 好不好 我先进去啊 这两个还太不赞了 好啊 既然你对我们不仁 就别怪我们对你不义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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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好 好 你干嘛呀你 没看见 你看 前面有光 这什么地儿啊 可可看看你 走 我天哪 这什么地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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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呀你 看什么呀你 出来了 我知道你们等会儿什么 不 就是你吧 对不起啊 我们俩也 我们不是故意的 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这儿来了 你们就是故意 这也不能够 爱看美女 这是男人偏心 谁叫我尊书烈志 连洗个澡 都能惹来床风浪变 我们其实也没看太清楚 我们就能够想 走 快走 我怎么不能走 我怎么俩了 想跑啊 你们已经被我点住了些 坏了 这样子在江湖上传出去 我们都敢洗澡 被人点血了 那以后还这么多人呢 没法混了是吧 行啊 那我就成全你们去做鬼 你这是黑剑啊 我把钱给你行不行啊 谁要你们的钱 我只要你们的命 慢着 留住活口 冬秦 这两个人来路不明 很是可疑 而且他们发现了密道 万一他们是官府派来的人 不杀 只怕会留下后患 我看他们两个 一个胖的 一个小的 应该不会是官府派来的吧 明眼人一看他俩 肯定不会认为 他俩是官府派来的人 但是不能就因为 他俩不像官府的人 咱们就掉给清心啊 万一他们是被官府收买 派来的走狗呢 花姨 那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我看倒不如利用这次机会 好好地言行逼问他们 趁机问出来 官府到底把你爹杨连杨大人 还有其他忠义之事都关在哪里 言行逼问 对 言行逼问 我跟你说 这个啊 我可最拿手了 我可以把他们的指甲 啪啪给拔了 然后再拿烧红的铁块 往他们身上 噼噼噼 这么一趟 那很过瘾的 不花姨 那肯定很疼吧 那是当然了 还有更疼的呢 还有更疼的呢 对啊 如果啊 把他们身上的皮都给发掉 然后抹点盐 再抹点辣椒面 看他们那痛苦 挣扎 生不如死的表情 哈哈哈哈 那才叫更过瘾呢 大姐 那么听你们说这话 像是在烤肉啊 但是祸不能太大啊 我这两位姑娘 你们怎么这样啊 怎么这么性格受毒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你再不老实交代 我就大行伺候了 要不然你这样嘛 你解开我学到 我给你跪下 求你饶命行不行啊 啊 马上飞 你怎么能给这个人 下跪了呢 我爷爷说过 卫武不能去 富贵不能赢 男儿膝下有黄金 你不能给这个老女人下跪啊 爷 你这个小兔崽子 你说我老 我哪里老了 我最恨人家说我老了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别打疼啊 我病口的伤还没好呢 别打 干什么呀 怎么流血了 我只轻轻地打了一下嘛 这 是不是受伤了 快看看 有刺碍 都要脱我裤子 不要连 男女受伤不轻都不知道 汉林大学士 顾献成 你知顾大人的观音 小顾啊 你怎么跟我家死鬼一样 这么一声不响就嗝屁了呢 疼啊 疼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说你干什么呢 你轻点行不行啊 你也凶我那屁股呢 你看看这个细皮嫩肉的 会不会啊 不会靠别我了 去去去 一边带着去 会生会养才是真女人呢 你一个大男人 凑什么热闹啊 都饿了吧 我叫厨房准备了一些吃的 我们真是个 小宝贝 来 小沙爷 宝贝慢点啊 谢谢花姨 可是花姨 我又不认识你 干吗老叫我宝贝啊 你刚才不还叫我小顾吗 花姨喊的小顾啊 不是你 而是你爷爷 顾县城大学士 你们认识我爷爷 何止是认识 而且还有很深厚的交情 花姨原本是熊厅僻将军的 第十三房仪太太 既然花姨认识我爷爷 还叫我爷爷是小顾 那论辈分 我应该叫你花奶奶 别别别 别把我叫老了 你还是跟别人一样 就叫花姨好了 小孩子不懂事 你叫花姨就行 我叫她花奶奶 去 不 爷爷 花姨 对不起啊 花姨 我有一事不明 你既然是将军的夫人 为什么不骑马打仗 又在这儿呢 当年我家那死鬼 也算是东林大人 被魏忠贤栽赃嫁祸 以贪污罪名抄了家 在混乱之中 我藏了一些值钱的东西 我就用这些东西 开了这家罪月楼 其实我真正的目的 是想用这罪月楼 来做掩护 方便接应那些 被魏忠贤迫害的忠义之事 熊将军早已不幸 冤死于衷 原来花姨跟我一样可怜 那姐姐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可怜呢 我 家父杨林原本在朝为官 就因为他也是东林党人 所以遭遭魏忠贤的陷害 告老还相 竟遭入狱 至今下落不明 真是不说不知道 原本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倒霉 最可怜的人 没想到你们三个 还还还还不如我呢 不过没关系 只要找到袁处冠大将军 我一定替你们讨回公道 什么 你们要走 对啊 老太爷林党前托付过我 让我带着小少爷去投靠袁冲案将军 所以明天一早 我就要带着小少爷离开武溪 找袁大将军 不行 你知道袁大将军人在哪里吗 不知道 大将军远在辽东 我没去过 离我们江南有几千里远 你放心吧 花姨不是不让你带着人愿去找袁大将军 只不过不是现在 前段时间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 你们只要安心待待在岳楼 相信啊 过不了多久 自然会有人来信用你们的 嗯 那怎么行呢 我们两个大男人得养活自己 不能在这儿白吃白喝 小宝贝 你就放心好了 别跟花姨客气啊 就是小少爷 既然人家这么盛情 那咱们就别客气了 我觉得这儿挺好的 滑滑绿绿的 咱们连吃带喝的 住上一段时间 你想得美 你当然得自食其力了 我罪月楼可是从来不养闲人的 你既不识字又不会武功 你放心好了 太难的活 我绝对不会找你的 我都已经想好了 一定会安排最适合你的事 什么事啊 看这儿 龟奴 龟奴 你们说的是真的啊 我那个五小的爹 竟敢跑去找女人快换呢 大小姐 平常你是怎么对我们兄弟的啊 那是有情有义 义活云天天玄 反正就是好 我们能骗你吗 我们骗你还叫人吗 我和张牙是马上跑回来 向你禀报这件事情的 啊 大小姐 这当家的你这得好好管管她 她太过分了 她明知道过两天就是你娘的忌日了 她还进往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跑啊 她这良心让狗给吃了 这没了都 全吃了 一点良心都没有啊 那狗吃了 好呀好呀好 我可以吗 我可以 但你们不可以 都可以 听见了没有 你爹敢对不起我娘 你饶不了她 我一定把那个不孝的爹给抓回来 让我娘排位面前磕头认罪 我人磕头认罪 他要很说个步子 我就让他像这张桌子 差不多了吧 这汤再这么洗啊 就成老鸭汤啊 你怎么说话呢 你脚趾肉再这么搓一起 就分半了 成六个了 你才六个脚趾头 你们全家都六个脚趾头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去去去下去 刚刚洗完就翻脸 去呀 你脚子 你脚子 这儿 咚 cễ 杜师竟生乎不亚 凭什么她们在这儿饶我 靠我 我给别人洗脚啊 我 不要 不要 誰啊 可以 야 rockets 这要怪呀 就怪你上辈子没啥好香 投赔呀 没跑到四位家 任命吧 花姨 干什么用啊 妈弟呀 还有啊 把你那脸给我擦干净了 别吓到客了 鬼奴海的妈弟 这罪月楼啊 我说了算了 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赶紧的 把里里外外给我打扫干净 别耽误我开门做生意 妈弟 什么 妈弟 不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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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千岁 这位药材蜥蜴 是卑职专门孝敬您的 服用后保证让你气血通畅 延年益寿啊 这可真是稀奇啊 连蜥蜴也能够入药了 这是生长在云南的蜥蜴 它小的时候 是要扶在爹娘身上长大的 爹娘对他疼爱有加 出去给他觅食 结果到了冬天 没有食物了 你猜怎么样 这个饿了的孩子 竟然回过头来 把自己的爹娘咬死 吃掉 你寒沙摄影 话中有话 是不是 又想在本座面前 搬弄什么呀 废致不敢 你还不敢 本座知道你对红颖不符 但是本座也再三言明 不希望自家人闹什么内讧 你居然还以这位中药为名 借题发挥 说穿了你就是容不下红颖 莫非是把本座的话 当成了耳旁风了 九千岁倾轲于吕 卑职怎敢单猛一句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卑职为九千岁 多造了点心而已 那你倒是说说 本座有什么可让你操心的 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 九千岁 您对叶千狐那是宠信有价 可就不知道 叶千狐对九千岁 是不是以真心换真心呢 那是当然 红颖把我 亦是当成亲生爹看待 本座几次遇险 都因为有他 才能够化险没意义 上次在生辞里 他为旧本座 还情愿自断双臂 可是最终他还是保住了双臂 而且他还要放走那帮反贼 九千岁 难道为此 你就没有起过疑心吗 毕竟他是你的义子 不是亲生儿子 大胆 九千岁心 卑职只是希望九千岁得以证实 叶千狐对九千岁 到底是不是真心实意啊 好 那本座就给你这次机会 不过我们要怎么样做 才能释出红颖的真心呢 九千岁放心 卑职已经有一条妙计 华姨 你看那么多好吃的呢 叫马上飞也来吃吧 那怎么行呢 这不坏了我座月楼的规矩吗 咱啊得尊卑有别 主子跟奴才怎么能同桌吃饭呢 可是 他是我朋友啊 什么朋友不朋友的 他就是个下人 你可是东陵书院的小少爷 别失了身份哦 快吃 九千岁 这佛堂可是卑职专门为您盖的 为了我 好啊 本座是那种只顾自己享受 剥削民脂民膏的人吗 九千岁息怒 卑职听说您在闲暇之余 有参禅打坐 为百姓祈福的习惯 所以本府就找来了最好的工匠 打造了这座敬雅的佛堂 还望九千岁能满意 如真啊 你真是有心了 那本座就领了你这份情 这段时间 今天为了东陵反贼的事啊 闹得本座则是寝食难安啊 是该好好放松一下 打蝉 敬辞敬辞了 九千岁所言甚是 叶千护 不妨也进佛堂陪陪九千岁啊 我从不信鬼神 眼儿 你就多陪陪义父吧 我还有好些话 要单独跟你说呢 既然九千岁都这么说了 千护 就不要辜负了九千岁的这番心意吧 那孩儿恭敬不如从命了 九千岁请 好 哈哈哈哈 哈